第911集 方平若有所思,很快对张涛道 部长,本元道是看得见的吗? 我是说武者自己,他可以看到自己的道路吗? 你之前给校长看了强威城主的本元道 你是真的看见了什么东西吗? 真的可以看见 张涛点头道 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你是可以看到自己的武道路的 如今的方平也要踏入本元道了 张涛再次详细解释道 当你开始感悟道路的时候 你一开始是站在一个黑点上 四面八方都是一片黑暗 当然,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在四面八方浮现出来 这些都是引诱你踏入本元道的意志 你准备朝哪边走 该往哪边走 哪边才是正确的道路 哪条道路更长,更强 这时候,全在于你自己的选择 也许你觉得无路可走 也许你觉得一片茫然 对未来不知所措 这时候,你就很难走出第一步 你压根就动不了 这就是本元道的奇妙之处 很多弱九品武者 一辈子可能都站在这个黑点上 而无法迈出他们的第一步 方平想了想 忽然看向张涛 张涛却是眼神一动 一脸的玩味 似笑非笑道 有趣啊 真有趣 你也很大胆 也就是我 换一个人 现在一巴掌拍死你 你信不信 方平则是一脸震撼 张涛发现了 张涛发现自己用系统在窥视他的本元道 怎么可能 他刚刚也是一时冲动没忍住 想试试系统的新功能 看看有没有办法看一看张涛的本元道 方平看到了 刻意心疼的无以复加 一亿点 一瞬间消耗了一亿点财富值 而他说是看到了 其实什么都没看到 方平有些恍惚 他好像只看到了一条通天大道 光明耀眼 大道两侧和前方 好像都有一些东西呈现出来 结果他刚要窥探 张涛就发现了 直接将他一脚踢了出来 方平依旧还在震撼中 这就是本元大道 他的脑海中 还在闪烁刚刚的那一幕 一条一眼看不到 尽头的光明大道 道路两侧好像有东西呈现 记忆 不 不是记忆 好像是无数的人影 家道欢迎 方平脑海中一片空白 一时间都顾不得心疼 刚刚那消耗的一亿点财富值了 这小子 有点意思 张涛此刻也很意外 这家伙在窥探他的本元道 他也很懵的 刚刚聊得好好的 他忽然察觉到了一场 有一样的目光在直接窥探自己 很玄奇的感觉 他下意识地开始反击 一开始还以为哪位决天强者 要强行窥探自己 结果刚准备发飙 张涛及时收手 他发现了窥探自己的是谁 这小子胆子不是一般的大呀 也很胡闹 刚刚他要是没来得及收手 现在直接震死了这家伙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窥探自己 他居然能突破我的防御 去窥探我的本元道 震天王都做不到这一点 本元道是强者最大的秘密 你的一切弱点 一切秘密 其实都可以通过本元道发现 如果命王这些人窥探了张涛的本元道 发现了一切可以寻找弱点 击杀了张涛 再走张涛的道 因为他们知道该怎么走 如此一来 对方就可以取而代之 迅速走他的道路 这比本元绝学还要恐怖 本元绝学在绝点没死之前 其实就是简单的指引了一个方向罢了 而方平刚刚直接打开了他的本元道门户 开始沿着他的本元道路往前走 张涛见方平还处于呆这种 也是无奈 这小子是真的不讲规矩啊 换成别的绝颠或者真王 真的会拍死他的 不过 张涛忽然道 方平 醒醒 想什么呢 对面方平晃了晃脑袋 有些善善也有些尴尬 干笑道 部长 那个 我刚刚好像梦游了 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少来这套 没想找你麻烦 张涛哭笑不得 接着微微醋没道 你怎么做到的 小子 你知道你刚刚在做什么吗 你直接突破了我的防御 意志上的防御 直接去窥探我的本元道 你要知道 我乃是绝颠中的顶级强者 哪怕我刚刚对你防备不深 只是本能防御 可你能突破我的意志防御 也是难以想象的呀 要是都和你这样 那绝颠武者早就被人窥探无数次了 不说绝颠 哪怕只是一般的旧品 探出了本元道 他自己不愿意 我们也无法强行去窥探他的本元道 这是武者最大的机密 你小子 刚刚差点连我都找到了 方婷苦笑 也有些苦涩 我真的只是有些好奇 试试看而已 没想对你如何 结果无往不利的系统 这次居然被人发现了 发现就算了 关键 我没看到什么 被老张踢出来了 你倒是还我的财富值消耗啊 一点 我就是看了一眼 这就没了 财富 八亿一千万点 气血 十一万七千一百卡 上限 十一万七千五百卡 精神 七千八百九十九赫 上限 七千九百一十五赫 其他的没有变化 方婷扫了一眼系统数据 肉疼的无以复加 一亿点呢 果然 上次他就猜测 一点未必可以看到绝颠的本源道 现在事实证明 的确如此 绝颠是可以发现的 这也就是老张了 这要是换成别人 方平真的怀疑自己被发现了 百分百会被人打死 方平一时间很尴尬 不过还是善笑道 呃 部长 那个 那个 我真不是故意的 就是有些好奇 好奇心 爆棚之下 我就想看看您的本源道 到底啥样 结果真看到了 说着 方平马上又道 不是 我也没看到 我刚看到一个影子 好像就被您给踢走了 说到这儿 方平又苦兮兮道 我好像被重创了 部长 您不会要删我面口吧 得了 少来这套 张涛有些无语 他其实很震惊 可是到如今 他其实猜到了很多东西 也懒得询问方平了 无者谁还没点秘密 他也有 没纠结这个 张涛严肃道 你有这样的能力 我很意外 但是你不要胡来 绝颠强者 也许短暂的时间 会疏忽被你闯入 可一旦你窥探 他的本源道 他很快可以反应过来 当然 一般的绝颠 未必能迅速发现 应该没我快 可你只要踏入 他的大道 他就能感应到 你这种能力 对绝颠之下 也许有些隐蔽作用 可我还是要提醒你 顶级的酒品 也许 也可以感知到 而一旦发现 你窥探他 那绝对是 不死不休的大仇 无论是人类 还是底窟无者 都差不多 当然 如果有人 不在乎这个 那倒是没什么 比如你想 窥探吴奎山这些人 他们没意见 那自然无所谓 可其他人 张涛看向他说道 我真的有些意外 你居然有这能力 那是不是代表 你可以一直这么做 去窥探别人的道路 走出自己的道路 方平甘笑道 部长多虑了 真要这么简单 那我还修炼什么 刚刚真的只是意外 一般情况下 我做不到这个呢 可能和部长 对我不设访有关 我脑子中想着这个 结果就真的看到了 张涛深深看了他一眼 结果忽然笑道 哼 我不问你 也不管你 你想窥探人类 我也没意见 但是记住一点 张涛脸色严肃道 第一 被发现了 别人要找你麻烦 所有责任你自己承担 第二 真要窥探别人的道路 发现任何东西 都不要对外泄露 方平 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你可以知道一些秘密 但是 不要去说出来 我这些年 知道的秘密比你多 可我知道的一切 都藏在心中 自己知道就行 不用告诉其他人 你要明白 本人倒也许关乎着 一位舞者的命运 以及他的生命 你乱说话 一旦被敌人所知 到了那时候 方平 你就是所有人的公敌 我也救不了你 你自己心里有点数 第三 关于你自己的 千万不要受到 别人道路的影响 别人的道路能走多远 你可以充当旁观者 但是绝不要深陷其中 下意识地沿着别人的道路 走下去 一旦如此 你的成就有限 张涛淡漠道 说句难听点的 现如今的这些舞者 有几个人本源道走得长的 他们的道路 只是万千大道中的一条 能走多远 你走他们的道 也许可以进入绝颠 可之后呢 也许他们的道路 就那么点长 你走不下去了 你成了绝颠也是其中的弱者 而人类其实需要的不是一个弱绝颠 一辈子都无法前进的绝颠 方平连连点头 接着又连忙摇头 解释道 部长 我不行呢 刚刚真的是意外 张涛吃笑一声 就你还能骗老子 早知道你小子有鬼 这小子也是胆大 在自己面前就敢试探 自己这次倒是发现了一点了不得的东西 虽然无心细问 不过想了想 张涛还是沉声道 你体内没有任何异常 当初在网站之地 大家一起探查你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体内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 但是有些东西 你要注意了 有机会的话 你深入探查一下你的三角之门 看看门内是否有些异常 另外 三角之门其实和本源道也有些关系 当然 这是我自己的判断 其他人未必知道 方平顿时来了兴趣 急忙道 三角之门 和本源道有关 有可能 张涛陈勋道 三角之门你探查过吗 门内深处漆黑椅片 其实和刚踏入本源道时候的感觉 差不多 你不知道门通向何方 其实我有个判断 你听听便是 您说 方平一脸正重 觉得自己可能真的要接触一些大秘密了 老张是真的牛啊 啥玩意儿都能发现 我们现在所走的本源道 走到了尽头 其实 我猜测尽头 是门户 方平瞳孔据缩 什么意思啊 三角之门也许和黄者静有关 张涛轻声道 我不知道未来究竟如何 也不知道我这辈子有没有机会走到这一步 可我自己的一些猜测 也该告诉一些人 也许未来真的会有机会见证 三角之门通向何方 也许 道路是两边互相打通的 从三角之门中 往内走 和本源道向前走 是一条路 三道门户 我不清楚是让我们走三条道 还是体系的不同 走出来的终点不同 不过 你也许 有机会走到这一步试试 总之 这是一个猜测 张涛书到这儿 想了想又到 另外 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尝试着往三角之门深处探查 你身上的一些问题 可能会在三角之门中有答案 不只是你 王金阳几人 其实也可以尝试着继续走走看 他们在三角之门中 找到了自己的兵器 方平一脸惊讶到 这个你也知道 张涛一脸无语 废话 这几个家伙拿出来的古兵器 难道从地下挖出来的 到了七品经 人人都带古神兵 这不是三角之门中弄出来的 他能把这些兵器给吃了 就方平这之上 还想跟他藏秘密 他也就懒得去掺和 也不愿意过度涉及这些小辈的事 要不然 天底下就没有几个武者 可以跟他藏秘密的 少废话 他们的兵器存在于三角之门中 内部也许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不过现在的他们 可能没探查到 因为在深处 他们现在前进不了 另外 这几个家伙和其他附身武者有些不同 其他附身武者 没有携带这些神兵 几乎一无所有 郭胜泉这些人应该是战死的 战王那家伙大概跟你提过 王金阳姐 可能有肉身存在于王战之地 可能性不大 方平意外道 您的意思是 他们未必是战死的 可能是自我封印 要不然 战死者哪有闲功夫 将自己的神兵存储下来 或者说 神兵哪怕在三角之门中 战死的那一刻 应该也随着三角之门一起崩溃了 他们的神兵还在 可能是处于一种家伙状态 就是生命并未真正的断绝 他们的三角之门还处于一个活跃期 是活着的状态 而非死亡重启 张涛说到这儿 缓缓道 我问你 他们的三角之门 生命之门 是否是天性封闭的 方平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这事他真没说 知情者也没几个 除了老王他们 就自己和秦凤卿知道 张涛怎么知道的 张涛轻笑道 如果是的话 那可能就是封印了 自我封印了自己的生命里无事 包括封印了自己的一些珍贵物件 方平 他们如此 你不是吧 我现在记起来了 你好像展露过三角之门 并非封闭的 所以你未必是这样 不 你和他们压根就不是一伙人 你小子 别装了 方平急忙摇头 别瞎说 我是和他们一伙的 部长 您说错了 我和铁头是一伙的 不信您问他 张涛耻笑 就李寒松那二百五 他现在为了给自己找个依托 不是也得是 自己问他有什么用 行了 随便你怎么说 这些事我说了 我不想管 你爱怎么忽悠怎么忽悠 不过提醒你一句 这几个家伙可能会回复记忆 你自己悠着点 至于你 我真的不好判断你的情况 其他人我多少有些头绪 你这边 我的确缺乏一些关键信息 张涛轻轻吐气 顿了顿才到 哎 方平 我对你的要求不多 唯一的一点要求就是 不要背叛了人类 哪怕有朝一日 你真的强大了 恢复了记忆 或者其他的 这些我并不在意 这个时代有秘密的人太多了 多的我都不想去在乎 我判断研究这些 只是为了让自己有个准备 不至于对敌人一无所知 可他们到底是谁 其实不重要 你是谁 其实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 当你强大了 你不要忘记今日的初衷 你就是方平 你习武是为了什么 为了家人 为了朋友 还是为了世界 不管为了什么 而今的你 都是为了人类而战 我不希望有一天 你自己推翻了 你如今的一切 你的大家小家 那都是为了人类而战 方平 不要忘记这一切 方平正色道 部长放心 我就是我 不管我多强 都不会忘记的 每个人都不会忘记的 我刚才提到 我都不会忘记的 我都不会忘记的